台灣女星戴Esther希媛 今年5月突然爆出和內地富商老公汪小菲 正在扮理離婚手續 事件震驚中港台 被離婚的汪小菲事後頻頻示好 希望能挽回婚姻 而X媽和汪媽媽張蘭都積極做和事佬 今日終於由紅燈轉為綠燈了 X媽近日接受台灣傳媒訪問時 就透露她們兩夫妻已經和好 更加形容她們是觸配完美的鬥雞 或是大團圓結局 對於汪小菲早前在社交網發問 為衣仔小S除希替護航 指她最期望兩岸應祖歸宗 帶著野來網民激烈抹戰 最後汪小菲雖然生趣貼文 但仍未能平息風波 不少網民就覺得 汪小菲應該與大S離婚 來表明態度 而X媽就霸氣地說 老娘都未說話 覺得網民不應該多言 而她們一家人向來都是討厭政治 希望時間能夠沖淡事件